哟,就是这里呀,真是巧了,八妹妹正好才搬过来住 严华的声音是越来越高 荣华往窗外看看,就算她在屋子里不出来,也不会清静了 心里这样想着,也就随着精华的脚步撩开帘子,走到屋外 马道婆站在院子里四处地看,直指这边又点点那边 严华扶着四姨娘在一旁看着 尤其是严华,看到荣华的时候,脸上露出一抹暧昧的笑容 八妹妹,快过来 荣华站过去,严华热络地道 八妹妹,你这次是住在了宝地 马道婆也煞有其事地双手合十 我早就说,八小姐是个有缘人 马道婆说了这话,严华的笑容就更是遮掩不住 转头继续给马道婆说话 听说三圣安是吉林宴的,早就想多捐些香有钱 说着,玩起四姨娘的胳膊,整个人依偎着贴上去,甚是轻易 眼睛就更是瞄着四姨娘的肚子 然后将手里一大块金钉塞进马道婆的手里 一定要多保佑我们 马道婆面露细色,立即念了句佛语 荣华将一切看在眼里 尤其是严华向她示威似的笑容 严华哪里来得这么多钱 再看看四姨娘的样子 穿着红色的蝴蝶穿花被子 梳着高高的发际,整个人打扮得明艳动人 从头到尾都是用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身边的严华 只是严华更关注四姨娘的肚子 没有在意四姨娘看她的神情 府里都在传四姨娘有了身孕 她记得府里的姨娘怀孕的时候 都是小心翼翼的应付 生怕大太太会有什么举动 可是四姨娘怎么看都像是对什么都不在意 对什么都不惧怕 小心翼翼了几十年的女子 忽然之间就张扬起来 马道婆终于从院子里离开 严华和四姨娘没有和马道婆一起走 荣华正欲和金华一起进屋去 严华已经凑到她的耳边道 八妹妹不知道吧 母亲要选个地方修家庵 修家庵 这三个字让人不得不多想 家庵在里面修行的都是族里的女子 可是桃家哪里有这样的人 既没有这样的人 又要家庵做什么用 金华听了这话 几乎面无血色 坐在一旁死气沉沉 什么心思都没有了 不一会儿 桃家准备些糕点和吃食 大太太的意思是让几房的孩子们句一句 都是最亲的兄弟姐妹 不能疏远了 因又有许多的事要解决 大太太和二太太坐了一会儿 便去商议后天祭祖的事 金华坐了一会儿 便觉得不自在 不管是丫鬟婆子 还是几房的小姐们 看她的目光都乖乖的 当时六小姐只针对荣华 话里话外都不好听 还不是因她生母四姨娘怀了身孕 又有了老太太在后面支持 她才会如此 无论六小姐说了什么 荣华都像是不恼不怒 倒是让六小姐一阵子没趣 精华看了荣华这般 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一些 自己是堂堂正正 没有做错任何事 最后的结果 无非是侍奉那些泥胎去 那些泥胎 总是比人还要好相处 这样也就清静了 二房的陶敬堂 陶敬连两兄弟 年纪稍长一些 在一旁张罗着 与姐妹妹说话 姚华之书达理 与他们甚是说得来 三房的球哥 也拉着大房的红哥 在一旁凑去 二房的七小姐秀华 这几日住在姚华屋里 与姚华又多了几分的好 说说笑笑 也是围着姚华的 严华更不客气 无论谁说话 他都要插上两句 二房的其他两位小姐 九小姐乔华 十一小姐月华 自然也是离不开这个圈子 一时之间 只将三房的十小姐精华 和大房的八小姐 荣华撇在一边 几个人越说越高兴 红哥到荣华这边来拿果子 慢慢地就挪了过来 锦绣健壮 忙上去给金华添了一杯茶 然后就站在那里 和金华的贴身丫鬟 牵耳说话 红哥这才得了空 低声给荣华道 姐 我让夏头去找你 你怎么就不来 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荣华看红哥着急的模样 心底里 油然生出一股的暖意 内网发生的许多事 是荣华后来 从夏头的嘴里才知道的 府里进了贼人 红哥担心他 又见他不在花房里躲着 便要出来找 可是嘴上又不好说是来找他 只是一味地要出去 大太太见了 以为红哥是被吓昏了头 急忙让夏人将红哥拉住 红哥哪肯罢休 折腾了一阵 可毕竟是个十岁大的孩子 怎么能比得上几个大人的力气 父亲回复之后 知道这件事 还将红哥叫去骂了一通 又让人将红哥好生地 看管起来读书 好生地长长本事 免得将来出去丢人 父亲正在气头上 你不要腻着他 不然又要白吃苦头 我不去见你 就是这个意思 红哥知道 荣华是真正的关切他 心里的石头才算放下 陶靖堂又说起 红哥上左翼宗学的事 四下里一找 正主却在八小姐那边 红哥低头和八小姐说话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两个人脸上都有些笑意 似乎气氛很好 陶靖堂有些诧异 八小姐不过是外父生养的树出 怎么红哥都愿意和他亲近 陶靖堂正要将红哥叫过来说话 只听下人来道 家里有客人来了 大老爷让少爷们到前面去 陶靖堂站起身来 又问 是谁来了 那人道 是吴沐侯 在场人无不惊讶 小姐们都若有所思 陶靖堂 陶靖莲 红哥 囚哥 都忙让丫鬟帮着整理好仪装 匆匆地赶到前面去 几个人一走 这宴席也就自然而然地散了 荣华不经意地抬起头 却发现姚华正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看 原信誓旦旦地 说要做她一辈子的好姐妹 她将所有的心思都与姚华分享 现在这样遥遥相望 才真的看出她的本性 二房的七小姐 秀华跟姚华说话 姚华自然而然地挪开了目光 听到吴沐侯之后 几位小姐更是对姚华 众星捧月一般 姚华只是笑笑 不骄不躁 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几位小姐正准备离席 陈妈妈匆匆地赶过来 见到小姐们都在松了口气 小姐们也收拾收拾吧 大太太说了 也要小姐们过去见个礼呢 陈妈妈说这话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都落在姚华身上 七小姐九小姐更是满脸的羡慕 说着陈妈妈又吩咐几个丫鬟 赶紧伺候小姐们 贵客在府里坐不久的 自己则亲自跟了二小姐姚华出去 二小姐的丫鬟们顿时忙碌起来 府里众人对姚华这般的紧张 其他人都有了被忽略在一旁的感觉 心里失落却仍是不甘心 二太太王氏亲自带着二房的九一小姐 去收拾准备 七小姐九小姐十一小姐见母亲来了 立即欢天喜地地跟着去了 荣华和金华也回到屋子里 金华没有打扮的心思 见荣华在一旁也是不慌不忙地坐着喝茶 不禁暗暗着急 对一旁的锦绣道 还不赶紧给你家小姐准备件衣服出来 荣华没有说话 锦绣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到底是打扮不打扮呢 衣服又穿哪件才合适 虽说从三太太料事那边算 吴木侯是亲戚 可也是正经的外男 让府里的小姐和外男见面 主角是姚华 他们不过是陪衬罢了 就算她穿得再好 大太太要精心打扮姚华 谁又能盖得过去 她这样做 最终结果只会换来大太太的防备之心 荣华看一眼锦绣 锦绣从大太太那边回来 还没来得及和她说上话 刚才宴席时 锦绣和木槿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平日里素爱张罗的木槿 也没来热络地给她挑选衣服 这两个丫头的样子让她更多了一份谨慎 终究是贵客上门 礼数上要周全 穿着上也不能太随意 荣华让木槿挑了两件不大惹眼的被子来 精华选了一件香色装花胶领被子 木槿将手里的银红色缠织被子拿过来给荣华 红色总是显眼张扬 她皮肤本来就白皙 穿上红色会更加的娇柔 私下里常有婆子说 男人都喜欢娇柔的 可她看来也未必全是如此 荣华让木槿拿了那件葱黄色脸袄 和藕合色精面香宽边被子 又选了几样首饰 看起来既大方得体 又不会喧宾夺主 这才和精华带着锦修木槿千尔 往大太太屋里而去 到了大太太院子外 荣华 精华 二房的几位小姐 都等到姚华到了之后 才一起进到屋里 小姐们一上前便挑选了位子坐 荣华 精华就在离主位最远的地方坐下 阎华到得稍微晚了一些 穿了一件海棠红的石榴花被子 头上带了一朵石榴红墩纱的公花 进屋里来看没有了好位置 不由地闹起脾气 硬是走到九小姐的身边 盯着九小姐看 九小姐本来也硬气地看了 盯华一眼 可还是败下阵来 站起身道 姐姐坐这里吧 盯华顿时得意起来 大太太和二太太逃亡时正说着话 扫到盯华 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 这时候却不能跟她计较 荣华看向大太太身边的姚华 姚华果然也穿了红色 淡粉色的如傲 外面是一件 焦领桃红色安文克斯被子 梳着高际 发际上又做桃心样式 用铜被子一样桃红色的紧带传将起来 华贵又不庸俗 让人一眼便能挪不开目光 虽然盯华和姚华的衣衫撞了色 盯华却比不上姚华的这份典雅 大太太满意地冲尘妈妈点点头 二女儿姚华 任谁看上一眼 都会觉得是一个财貌双全 不可多得的家人 侯爷八成会一眼就能相中 到时候她再让廖氏出面 将这件事定下来 外面脚步声响起 屋子里的小姐们都静静地坐着 往门口看去 小丫鬟撩开帘子 五目猴走了进来 她穿了一身蓝色偏襟又韧长袍 腰间系着蓝钻香阔边的绸裤带 上面只挂着一块羊枝白玉 穿着利落简单 平添了肃穆 英俊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尤其是那双眼睛越发地幽黑 深不见底 让人难以捉摸 与人对视 里面的光芒骤盛 让人顿时生出几分的距异 屋子里的小姐 本来热烈的目光顿时受阻 一个个都低下头 荣华只是稍稍地失神 怪不得外面会那样地传这位五目猴爷 深目薄纯 果然是怒目的金刚 心里忍不住将妙丽那丑恶的金刚形象 与五目猴做了对比 嘴角不禁扬起了几分的笑意 这般比较倒是屈了他 众人醒过神来忙行李 五目猴自然阻拦 侯爷这一趟正是来向陶府正式道谢的 大太太将侯爷请到上座座了 又说了几句话 自始至终 大太太脸上都难掩激动的神色 姚华就坐在大太太的身边 大太太不时地看几眼姚华 像是要将五目猴的目光 引到姚华的身上 姚华也是静静地坐着 脸上是柔美的笑容 查财端了上来 五目猴就起身告辞 大太太不禁有些失望 却不好出言挽留 众人又起身相送 直到五目猴的身影消失不见了 屋里的气氛才算又柔和起来 九小姐不断地拍着胸口 就算是颜华 竟然也安静了许多 这位侯爷 还真是不一般的震慑人 面对着满堂胶 那双清冷的眸子 就没有在谁的身上停留过 就算离他那么近的摇滑 也不例外 回去的半路上 廖氏身边的丫鬟将精华叫了过去 荣华回到院子里 特意看了一眼翡翠的屋子 翡翠自从上次被荣华骂了之后 干活就更散漫起来 闲着的时候就在小屋子里偷懒 这样倒是荣华乐意看到的 养个闲人 总比养个随时都要防备的奸细 要好得多 木槿悄悄地靠近翡翠屋子一看 转身摇了摇头 不在 荣华笑笑 石小姐去廖氏那里 最快也要一盏茶的时间才能回来 荣华和锦绣进暖阁里说话 木槿端了小屋子 在门口摆弄针线 锦绣已经低声道 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小姐说 真是急死我了 之前我去大太太那边 大太太和马道婆说话 也没有防着我们 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个马道婆 偏说我们府里原来一直都好 只是今年可能是哪里不妥当了 所以才会再三出事 果然是拿这个做文章 看那个马道婆的模样就知道 必然惯于此道 一开始 我瞧着大太太的样子 是半信半疑的 大太太只是问 半竟这个园子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光景了 一直都住得很好 怎么就会出事呢 那马道婆算了半天 又说道 跟这园子不相干的 只是府里这几年的运势 着实不好 要不是府里有位贵人 恐怕早出了大事 尤其是大小姐那边 非要这位贵人 才能过去这个坎 竟然和她预想得有些出辱 她还以为马道婆会说 有人和府里的八字不合 毕竟她是今年财禁府的小姐 大太太又问马道婆 这位贵人是谁 那马道婆支支吾吾 悄悄地在大太太耳边说了 我仔细去听 却什么都听不到 但我看 大太太的脸色很不好 荣华皱起了眉头 锦绣看了看外面 不过 大太太房里的丫鬟说了 马道婆之前 将几位小姐的生辰八字要走了 说是要盘算盘算 马道婆第一次见她时 看她的目光很奇怪 又送她佛珠 又说她面善得很 莫非 后来 那马道婆又跟大太太说 如果能在园子里寻块地方 盖家庵是最好的 大太太虽然没有马上应援 那马道婆说 要在府里四处看看 大太太也没拦着 那就是 没有完全拒绝马道婆的提议 锦绣看着荣华 小姐 你说那马道婆到底在干什么 听说见家庵 大太太房里的丫鬟都说 声音压得更低了 可能是让石小姐 分明是先有贵人一说 才签出的家庵 再说之前大太太 请马道婆过来 还没有出石小姐的事 该不会 马道婆说的 这位贵人 要去侍奉佛祖 才能让陶夫一家 度过劫难吧 如果是这样行事 那还真的 和姚华的作为相匹配 这位贵人 请来贵人